朋友们好,今天我们学习第十章股份支付 首先看一下本章内容导读 这一章总共有两节内容 第一节股份支付概述 第二节股份支付的确认和计量 从这一章章节来看 貌似内容不多,就两节内容 但实际上这一章我们花比较多的时间 这一章在学习上有一定的难度 下面我们看一下本章考情分析 本章属于重点章节 请大家注意和我们前面很多章节的表达不一样 我们前面有很多章节都说比较重要的章节 意思也就是说总会考一点分数 考个两分题之类的 但是这一章我给它的定性不一样 属于重点章节 那也就是说除了我们经常讲的长期股权投资 以及后面金融工具收入 租赁合并财务报表 属于重点难点章节之外 这一章那就属于第二种的相对来讲 这一章重要性比较大一些 有一定的难度 也属于重点章节 非常有可能会出现主观题 这一章有的同学已经学习了 感觉到有一定的难度 学着学着 前面还挺顺畅的 学到这一章给卡住了 有几个方面原因 第一个方面原因 本身这一章有难度 这是毫无疑问的 再加上这一章的经济业务呢 我们在一般的企业里面 可能涉及的比较少 主要在上市公司 发生的这些业务比较多一些 不了解 还有一个原因 咱们有一部分同学 是已经考过中级会计支撑 中级会计支撑考得还挺好的 甚至90分以上 学习注册会计 是这个会计非常有信心的 不错 你确实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 所以我们前面 有很多章节在学习的时候 相当一部分内容 和中级会计支撑教材是重叠的 内容上是重叠的 虽然中级会计支撑在学习是 要求不用掌握得那么有深度 但是内容上是重叠的 至少你相当于已经 预习了一遍 学习了一遍 现在我们是稍微再深入一下学习 所以前面有很多章节 我们都能够适应 但是到了这一章给卡住了 有的同学甚至都没有自信心 很受打击 我中级学得挺好的 为什么这一章我在学的时候 突然不经意的给卡住了 大家都说五座大山 那几座大山 没有提到这个 但其实这是一个自高的大山 也是有一定难度的一座山在这儿 我们学习过程当中 要夸顾的一座大山 原因是我们在中级会计支撑教材里面 学习的时候没有这些 本身又是有难度 所以给卡住了 因为本来就前面学得挺顺畅的 很有信心的 所以怀疑自己 没关系 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我们要充分认识到 这一章确实有一些的难度 所以我们要 这要重视 不像前面那样 我们随便学学就差不多 前面有很多章节 除了长期股权投资以外 一般的章节 我们前面什么 从获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资产减值了 很多内容就这么学过来的 现在发现这一章有难度 这是肯定的 给大家肯定 这一章确实有点难度 但同时呢 大家要有信心 跟着我一起来听 我会跟你说得很清楚 作为我自己来讲 其实我 很长的时间里面 十几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都在研究上市公司的实物 我们和上市公司在 讲课的过程当中 以及或者其他的 一些培训当中啊 经常分研究这些内容 所以这一章 我还是挺擅长 来讲这个股份支付的 因为我也参加 接触过一些上市公司 这些股权的激烈计划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呢 要有信心 给大家说的是这一点 首先要鼓励大家 要既要重视 同时也要有信心来学习 这一章内容 刚才我就提过 一定要注意 这一章有可能会在 主观题里面出现 一定的分值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本章的主要考点 包括哪些方面 第一个是 股份支付的 确认和计量的原则 这是总体上一个原则 分别怎么处理 第二个 一些基本的概念 可行权条件的种类 处理和修改 第三个是股份支付 股份支付的 一般的会计处理 这些呢 难度都不算太大 就是这个难度 不算太大 第四个 就一定的难度了 授予限制性股票 进行股权激励的 会计处理 这个我会 用列表的方式 给大家来 讲解 如何去掌握 这个知识点 这个知识点 曾经在2019年考试 考了一道计算分析题 考了就是这张的那种 这个分支比例 专门考这一张 这个分支占比 还是非常高的 有的同学 就是因为这道题 没有做好 导致2019年 没有通过 然后 接下来第五个考点 就是集团股份支付 仗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合并财务报表的角度 你看一下 这个合并财务报表 我前面说了 像优理一样的 一直始终存在这儿 你不能碰到这个问题 又不想学了 在长期股权投资里面 成本法 转为权益法 涉及到合并财务报表 有同学就开始 自然而退了 我说过 你即使学了合并财务报表 那个问题又变得简单了吗 不可能的 这是思想上 一个逃避 然后接着我们又在 资产简直了一张 又涉及到了 合并财务报表 商务院 那儿不讲到 合并财务报表 那么今天这一张 也涉及到 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股份支付 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甚至涉及到 合并报表的底效 那像四和五呢 都是属于我们 这一张的难点的部分 当然也属于考点了 最近三年 这一张的题型 主要是客观题 主要是客观题的意思 也就是 在有的批词上 涉及到主观题 计算题和综合题 也曾经涉及 本章的考点 最近三年 那在三年前 数的话 就是刚才我说过 在2019年考试 然后这一张 考了一个分支 比例非常高的 一个主观题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下 今年教材的主要变化 两点 第一点是增加了 一个知识点 企业将 以现金结算的 股份支付 修改为 以权益结算 股份支付 如何进行 快捷处理 以及相关的例题 这个知识点增加 难度并不大 客观的说 该难的就告诉你 不是很难的 也告诉你 让大家要有信心 不要一碰到增加的 我就怕 这个增加 其实对我们来说 不是个事 并且教材非常好 增加这个知识点以后 并且还配套 有一个例题 来说明它 看完例题 很快就会了 这个不是问题 另外一个 增加了企业集团 股份支付的 相关例题 这也是涉及到 企业集团 增加了两道例题 这两道例题呢 实际上是帮助 我们来理解 在合并财务报表角度 如何进行 会计处理 等我们学习的时候 给大家再展开 难度不算太大 真正有难度的 还是在我们前面 所讲的教材上 基本的内容 比如像授予 限制性股票 进行股权激励 也就是说 如果今年教材 不加这两个 其实教材这一章 本身就是 有一点的难度 加了只是增加 我们学习的任务 但不算太难的 好了 大家对这一章 有个客观的认识 既要重视 又要有信心 那下面 我们就进入 本章指示讲解 首先第一节 股份支付概述 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什么叫股份支付 以及股份支付 有哪些特征 第二个问题是 股份支付的四个环节 让我们了解一下 毕竟我们对股份支付 很多同学在工作当中 并没有接触到 我们要熟悉 你一定要熟悉 这个业务 我们才知道 怎么去理解 会计处理 第三是股份支付的 主要类型 今天这一节课 我们只讲第一节 这一节课 或者说第一节内容 就是给我们打基础 真正的会计处理 是要到第二节的 这一章 我计划至少是七个课室 至少是七个课室 来讲解这一章 就是讲细一点 讲详细一点 让大家能听得到 因为这一章刚才说了 要重视 确实有点的难度 那下面呢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什么叫股份支付 以及股份支付 有哪些特征 我们现在企业的高管 技术人员等等 不再是以前 我们所想象的 给你个高薪 就能留得住人的 高额的工资 薪金 不一定了 我们现在很多企业 需要给股份 我们称之为叫 金手靠 给你股份 让这些高管 技术人员 公司的这些员工 你们的利益 和公司利益 同板在一起 这就是股权激励计划 在会计上就称之为 叫股份支付 我们来看一下 所谓股份支付 是指企业为获取职光 或者其他方 也有可能是 企业外部的 其他方 提供服务 你们向企业提供服务 而授予权益工具 或者承担 以权益工具为基础 确定负债的交易 从这个概念里面 可以看出 股份支付 有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是 授予权益工具 就是给你股票 股份 第二种是 承担以权益工具为基础 确定的负债 这是以现金 结算的股份支付 将来不是给你股份 而是给你现金 但是这个现金是 以公司的股票 权益工具 来确定的 所以它是以权益工具为基础 而确定负债 公司股票涨得越高 那么你所拿到的报酬就越多 这就是股份支付 第二个问题是 股份支付有哪些特征 第一个 它是起了一项交易 是企业和员工 或者其他方 两者之间发展的交易 是一项交易事项 第二点 它是什么目的 通过向员工 授予权益工具 或者承担 义务 承担这个负债 获取职工 或者其他方 为企业提供服务 这样一个目的 这是第二 第三 股份支付 交易的对价 或者其定价 就是我将来 授予 职工 多少股票 给多少现金 和企业自身权益工具 未来的价值 密切相关 通俗的也讲就是 和公司股票价格是划可 理论上说 公司的业绩越好 员工给公司提供更多的服务 那么企业的业绩就越好 企业的业绩越好 那么从理论上讲 股价就上升 股价上涨 那么员工获得的收益就更高 所以它是股份支付 交易的这个对价 和公司股票 未来的价值 是挂钩的 这是 它的三个方面特征 主要是了解一下 通过这些内容呢 了解一下 什么是股份支付 那接下来 第二个问题 股份支付的四个环节 那这个问题呢 也是帮助我们来了解 股份支付是什么一个流程 流程熟悉了 我们后面的会计处理 第一步干什么 第二步干什么 第三步干什么 就清楚了 这儿呢 我们是以股票期权为例的 分四个环节 第一环节是授予 第二是可行权 第三是行权 第四是出售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看图表 股东大会 或者是董事会 批准股权集体计划 授予公司 高管 比如一百名高管 每人 一百万份 股票期权 期权 将来就是业绩达到 比如今天 今天给你 授予你们一百万份 三年后 业绩条件达到 那么将来可以 五块钱的价格 从公司购买股票 或者说公司 按五块钱的价格 向高管 发行股票 每人一百万股 一份期权 对一股股票 假定 那么三年以后 假如业绩条件达到 高管做出的努力 为公司提供的服务 获得这个股票了 按五块钱买 此时市场上价格可能 三十元 四十元 员工可以通过 卖出股票 获得这个高的收益 那么第一天 这一天称之为叫授予 授予刚才我们说了 三年以后 那个三年以后 业绩条件达到了 那叫等待期 业绩条件达到了 你就可以行选 行使这个权利 叫可行选日 你可以行使这个权利 有这个权利了 可以买股票 好了 行选日 真正的行选日 那实际上就是 你获得股票 获得股票的时间 接着呢 经过一段时间 有的企业里面 尤其是国企 或者说 受证券 相关的证券法律的要求 法规的要求 有一段净售期 待会后面会给大家举例子 这段时间 你获得的股票 但是不能立马出售 有限制 好 那么这一段时间 就称之为叫净售期 时间净售期 结束 那你就可以出售了 这就是 我们刚才所讲的 股份支付的 这么四个环节 这么一个流程 当然要注意 有的情况下 你可以行选 但是 你可以行选 但是你一直没有行选 所以有时候会在 股权基地计划当中 给一个 截止日期 失效日 这一天 过了以后 过期作废 你必须要行选 这是行选的有效期 待会后面 我们也有相关的 例题 来理解 好 这是先大致了解一下 这么一个流程 下面我们一个一个时间 来说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 授予日 那就是 股份支付 这个协议 股权基地计划 或者 股东大会 或者是 董事会 批准的日期 原则上 是 股东大会 批准 那么 请注意 这儿一个提示 在 实物当中 经常有 上市公司 它是 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这个股权基地计划 确定了授予的价格 但是 并没有具体确定 没有具体确定 它的人 哪些人 每个人多少 都没有的 而是授予 授权给董事会 那么授予日是什么时候呢 那授予日就是为董事会 后来确定的这个 人数啊 对象啊 条件啊 这个日期 那就说明 告诉我们 此时 我们这个授予日就 依据谁了 依据董事会 后来确定的日期 就可以了 好 这是 第一个 授予日 第二个 可行权日 那就是 满足条件了 可行权条件 得到满足了 可以取得 这个权力了 这个日期 称之为叫 可行权日 从刚才 扩发一 授予日 到可行权日 之间 这段时间 称之为叫 等待期 我们刚才那个图表里面有 这个行权协议 有可能一次性行权 有可能是分批可行权 一次性行权 就像我刚才 可行权的 例子 三年后 满足条件了 高管可以每股五块钱的价格 购买 每人购买一百万股股票 一次性的 就行权了 在实物当中 更多的是 分批可行权 接下来 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分批行权的这种股权经历计划 一次授予 分期行权 关于这个问题 我说明一下 这段文字 是教材2021年增加的 但其实我想说一下 我在2015年上课的时候 就给大家补充讲这个知识点 因为我在研究上市公司实物的时候 上市公司实物当中 股权激励计划 几乎都是一次授予分级行权 而我们教材上 是没有这些问题的 当时2015年 我在编轻松公关4的时候 当时就在想 如果要考到这种类型的话 很多同学是不会做的 因此当时我在基础班课程里面 就这个问题编那个例题 稍微简单一点的 然后在轻松公关4里面 然后又编一道题 结果当年还真考的这种题 做了轻松公关4的同学 至少这道题知道怎么做 不一定能全拿到分数 但是基本上能拿得到 有同学考完以后反馈这个信息 当然也有很多同学是没有的 因为就没有做这个题目 书上也根本就没有 没有这个题目 直到教材2021年的时候 教材才增加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依旧要重点找 毕竟是教材这两年新增加的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分两点来理解 首先我们知道一下 什么叫一次授予分机行旋 所谓一次授予分期行旋 它指在授予日 一次性授予员工若干悬疑工具 其实是多项股权及的计划 之后每年分批达到客行旋条件 不是一次性达到客行旋条件 是分批的第一年 一年期一个 两年期一个 三年期一个 以这样每年分批达到 作为行旋条件 每个批次是否可行旋的结果 通常是独立的 第一年末到期的客行旋是一年期的 第二年末到期的相当于是两年期的 它能否达到行旋条件 和前者没有直接的关系 可以理解为相当于 企业同时授予几个独立的股权级别计划 也就相当于有一年期的一个 两年期的一个 三年期的一个 甚至还有可能四年期的一个 比如我下面给大家举个例子 来说明一下 帮助大家理解刚才的这种文字 什么叫一次授予分期行旋 2023年1月2号经股东大会批准 假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 股权激励计划 这是我们后面将要讲到的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的一种类型 限制性股票 还有一种类型就是刚才提到的 叫股票期权 在实物当中两种情况都可能有 股票期权 限制性股票 当时在2015年考试 考的是一个期权 其实我出的题目更难一些 是限制性股票 而我们当时教材上 还没有限制性股票 我是当时是参考上市公司 因为我其实在2015年以前 前几年 一直也是在研究上市公司 这个股权激励计划 虽然我们教材来没有这些内容 因为我们在实物当中 我们要去给上市公司 给金融机构去讲 比如给券商 去讲课的时候 需要了解 就是按照上市公司实物来讲 给他们上课 他们不像我们今天这种上课 纯理论的东西太多 我们是应试 他们就是结合上市公司实物来分析 更复杂一些 那么现在我给大家举的例子 是一个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一次性授予假公司 100名高管 共1000万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 可以每股6元的价格 购买假公司 向激励对象 三方的本公司限制性股票 什么叫限制性股票 我们待会儿后面再说 现在我们知识先了解一下 一次授予分析行权 怎么回事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 2023年至2025年 三年232425 每年年末 在当年达到当年行权条件的前提下 第一年解锁比例为30% 啥意思 总共1000万股 那其实第一年解锁30%就300万股 什么意思呢 第一年业绩条件达到 这个300万股 可以流通了 限制性股票 我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在1月2号 当时就按照6块钱的价格 向高管发行股票 你现在就已经有股票 但是 这个股票是限制流通的 顾名思义是限制性股票 业绩达到了 你就解锁 就获得这个股票 反之 如果业绩没有达到 公司还要按照 6块钱的价格 把这个股票 要回购回来 你还给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把钱还给你 就这样来理解 那么根据提供的条件 第一年解锁 业绩条件达到以后 300万 第二年也是300万 第三年是400万股 这样总共正好1000万股 当年为满足条件 不能解锁的 有假公司按照 每股6块钱的价格回购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经测算 授予这一天 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每股3元 这是权益工具的价值 那这个题目 其实说白了 就是告诉我们 是一个一次授予 1000万 1000万股 但是分三批 行权的 各自是独立的 说白了 就相当于假公司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是三项股权激励计划 一个是一年期的 一个是两年期的 一个是三年期的 这三项股权激励计划 只要你那一年 达到业绩条件了 你相应的部分 就解锁了 就归你了 互相是独立的 我画的图表来说明一下 假定今天 是2023年 1月1号 授予 根据题目的条件 第一年末 解锁比例 业绩条件达到以后 解锁比例 30% 300万股 那其实第一年 这是2023年 这是第一个等待期 到了2023年年末 假如业绩条件达到 那就可以解锁 300万股 300万股的权益工具 公允价值多少呢 是900万 300万股 每股公允价值不是三块钱吗 900万元 这一天就是可行权日 你可以行权了 这是第一期 那么接下来 我们如果题目更详细一点 上市公司实务是这样的 我刚才讲了 就是2015年 当时考的题目 我就是模仿上市公司的 这个实务案例来编的 那么我们现在画的这个图呢 也是结合上市公司的实务来说 接下来的一年 一般来讲就是 给一个一年12个月的时间 12个月时间叫行权期 是第一个行权期 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可以行权了 好 这是相当于是 第一个股权激励计划 一年期的 接着根据题目的条件 刚才题目说 第二年末 加索比例30% 那是另外300万股 那相当于是什么 又一个股权激励计划 是一个两年期的 股权激励计划 两年以后 根据你的业绩条件 如果你达到这个条件 那就是第二期 克行权 300万股 每股3块钱 也是900万元 那接下来就是什么 第二个行权期 假如一个高管 假如我把这个高管 看作是一个人的话 第一年就达到了 他就拿到300万股了 然后第二年 以后 这个业绩条件又达到了 那么第二年 他又拿到300万股 接下来在这个时间里 这个300万股 第二个300万股 就可以行权了 行使这个权力 检索 然后他可以出售了 后面待会还会讲到出售 根据题目的条件 还有第三个 普遍基地计划 第三项 相当于是个三年期的 三年期的 假如有的人 某个高管 到了第二年 到了第三年 中途就走了 离职了 那就没有了呗 但是不影响前面两个 前面两个 你一直在 你都拿得到 那么到了第三年末 达到可行权条件 400万股 乘以3 1200万的 公元价值 相当于是 一个三年期的 股权基地计划 那接下来一个时间 就是第三个行权期 又是12个月 我们这给大家举的例子 都是每年1月1号 和整齐的一年 15单状 包括我们有时候 可能出题目 比如来一个 4月1号 那挺麻烦的 那你这个 第一个行权期 第一个等待期 第一个行权期 都是按照 4月1号到 明年的3月31号 这涉及到跨年的 我们按照 快的几年度 要算在每个期间 就分段算 这个呢 等后面再说 我们今天 先讲基本的东西 等习题班的时候 我会编一个 稍微复杂一点的 那个时候 有一定的基础 所以我的教学方法 一直是这样 循序渐进 你看我今天给你讲的 都是挺简单的 举的例子挺简单的 当你做习题班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要拔高了 一些特殊情况 像题目 从考试角度来讲 不是按照教材立体 教材立体 你看都很简单 是不是 他就讲的道理 好了 这是给大家 画个图标来演示一下 这就是一次受译 当时就给一切万古 然后分机行权 达到一个 行权一个 达不到 另外一个就没有 比如第二年也就没达到 那第二年没有了 但是第三年达到的 那第三年有 就可以了 或者说就像我刚才讲的 某一个高管 第一年也在 第二年也在 他都有 第三年后来离职了 那你第三年后来 那个就没有了 但是不影响前面两个 前面两个你可以 照样你可以获得的 这就是一次授予 分机行权的 无权集体计划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要注意 这种计划 怎么样进行快捷处理的问题 成本费用怎么确认 企业应当根据每个计划 在授予日的光源价值 估计 股份支付的费用 站在公司的角度 给高管 股票 相当于公司支付报酬 要确认成本费用 怎么确认呢 要在相应的等待期内 按照各个计划 在某会计期间 等待期的长度 将整个等待期的长度的比例 进行分摊 挺抽象的 其实给你一解释 很好理解 我们看这个图表 第一期 900万元 刚才前面讲过 300万股 到第一年年末 300万股 因为我们现在举的例子 是比较整齐的 刚开始学了 我把问题简单一点 1月1号到12月31号 正好一年 那你这900万 就算在2023年 第一期 对公司来讲 要承担的股份支付的费用 是900万 好 因为你本身就一年期的 你今年 就是900万 那你算在2023年 但是第二期不一样 第二期是两年期的 总共也是900万费用 前面我们有图表 是不是 900万费用 但是你是两年期的 要根据等待期的长度 沾整个等待期的长度比例 来经营分摊的 所以呢 900万乘以24分之12 啥意思啊 两年24个月 我可不写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你也挺好理解的 去年一半 今年一半 二四年一半 是 但是我们刚才提过 考试题 有个那个4月1号 4月1号的话 那你就要算一下 二十四分之几了 是不是啊 那二十四分之 后面要加上9了 不是二十四分之十二了 更不是二分之一了 是不是 所以呢 要注意一下 我目前只讲简单的 后面我再提示你 整个等待期是24个月 今年的等待 某个会计期间里面 是12个月 23年12个月 所以乘以24分之12 如果是4月1号的话 那对不起 那就是24分之9 是不是啊 各个计划 在某个会计期间 等待期长度 在某个会计期间里面 4月1号 你算一下 是不是9啊 搞不清掰手指啊 实在不行就掰手指 你要想4月1号 那前面几个月过去了 3个月过去了 那一年12个月 那不就剩下9个月 是不是 倒过来算 好了 同理24年 就这道题二言 也是一半 那说明什么呢 第二期 它的成本费用是900万 但是对于每个会计期间来讲 我们要把它平均分摊下去 按照等待期的产度所占的比例 23年450万 24年450万 这是第二期 接着第三期 道理是一样的 第三期是三年期的 总共是1200万 那其实你一听就知道了 三年期的总共1200万 又是整齐的一整年 一整年的 那每年多少呀 那每年不就400万 是不是啊 每年400万 你这总共400万 你这400万 你这400万 但是不同的是 你有没有看出来 是分到每一个年 会计期间里面去了 分到每个会计期间里面去 好 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 23年来说 三期股权激励计划 都有相应的成本费用分摊 总结果是1750万 1750万 怎么来的呀 1750万 等于 第一期的900 第二期的450 第三期多少 400 那不是1750吗 是不是啊 24年呢 24年 一个450 加上一个400 不是850吗 25年 那就一个 是这样的一个 分摊到每个期间 我曾经把上市公司 这个股权激励计划 做了个仔细的分析 算了 给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的 结果完全一致 就是采用这样的方法 我们在上市公司当中 在15当中 给学生们讲案例 给15操作人员 讲案例的时候 他们就要这样来做 因为他们自己面临的工作 就是要算 算这一些的 怎么算 通过这个表格来算 这样呢 我们就把整个的 股权激励计划 总共是3000万 3000万怎么来的 说明一下啊 前面简单的说了一下 没有重点提 因为每股是三块钱 总共1000万股 股权激励计划 3000万股 那就3000万元 这3000万呢 你要分到每个 会计期间里面去 是不是啊 是这么一个分摊 所以这一块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给大家这样呢 先解释一下 为我们下一节课 为我们后面第二节学习 打下基础 今天我们这一节课 就是打基础 没有 还没有到核心内容 好 这是给大家提示一下 依次授予 分期行权 怎么处理 接下来 第三个日期 行权日 那你就可以行权了 获得这个股份了 或者获得现金 第四 那就是出售 比如说限制性股票 解锁了 我可以出售了 或者通过契旋 发行股票 我高管 购买股材以后 我可以随时出售了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 提供一个案例 来帮助大家理解 一个方面是 帮助大家了解一下 上市公司这个 股权基地计划 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第二个呢 我想说一下 我给大家这个案例 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呢 你看一下上市公司 那个信息啊 就是它那个条件 内容 因为我们的题目 有可能就是参照 上市公司这个 食物 那边写的题目 所以如果我们熟悉 这个套路以后啊 真的考到这种题目 我们就熟悉它的模式 表达的方式 否则你还在考场上 还去研究一下 这个可能 就时间长了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家上市公司 叫深圳的 一家创业版上市公司 叫蓝斯科技 2017年的股权基地计划 是一个股权基地计划 当时它的股权基地计划 里面有期权 有限制性股票 这一块呢 我是以期权为例的 这个上市公司是谁啊 其实有的同学应该熟悉的 那就是咱们那个 苹果手机上面 那个玻璃啊 蓝色的玻璃 其实就是这个 上市公司所提供的 提供的产品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股权基地计划 本基地计划 有效期为 自股票期权 首次授权之日期 至所有股票期权 行权或注销完毕之日 最长不超过48个月 首先第一个是授权日 授权日是指 在本基地计划 经股农大会审议通过后 由董事会确令 去年考试 有一道小题目 有一道题目里面 就考向考了一个日期 其实你如果听到这个案例 就应该知道了 由董事会来确定 具体的一个授权日 股农大会已经授权了 授权给董事会 然后由董事会 来确定这个日期 第二是等待期 那就是自授权日 至可行权日之间 分别为12个月 24个月 36个月 其实这道题 就是一次授予 分期行权 上市公司 实物当中 更多的是这种情况 书本上是 只是讲个简单的道理 教材上是没有一次授予 分期行权的例题的 所以我们刚才 为什么要补充这个问题 第三个就是可行权日 那就是达到行权条件 什么样的条件 我们来看一下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 第一个行权 行权期是什么时候呢 自首次授予日期 12个月后的 首个交易日 至首次授予日期 24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 单日为止 不太 你好理解它什么意思 我今天给你这个案例 就是告诉大家 如果考试 来一个这么一个表达方式 我们在考场上 临时去理解它 可能时间不够 那么我们今天 在学习过程当中 就了解好 如果考到这种表达方式 那我们就很熟练了 是不是 也很熟悉 是不是 很熟悉 那做几题目就很熟练 这实际上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我们刚才所讲的 第一个行权期 是自首次授予日 20 我以前面举的那个限制性股票 到底是一样的 2023年的1月1号 是首次授予日期 12个月后 其实就是2024年1月1号 到2024年的12月31号 这个中间的交易日 什么叫24个月 你看前面那个图表就知道了 我们看这个图表 这就是第一个行权期 是什么时候呢 第一个行权期 也在这儿 第一个行权期是 自首次授予日期 12个月之后 至24个月 你看到这儿 不就是24个月吗 是不是 这个期间 叫第一个行权期 这样表达你就清楚了 好 如此类推 第二个 首次 第二个行权期 是自首次授予日期 24个月 至36个月 我觉得你应该能够理解这个问题吧 第三个就是 36个月 是48个月 其实就是我们表里面 哪一个段时间呢 这一段时间 这是第36个月 这不是36个月吗 到第48个月 是不是 所以我们前面题目说 为什么说 夸度 不超过48个月 那就最后截止日期 是这个意思 你看这儿 最长不超过48个月 就这个道理 好了 另外呢 行权比例 你看第一年 加索一年期的30% 二两年期的30% 三年期的40% 不就理解了吗 是不是啊 好 这是行权的实践 接着净售期 我们前面 刚才讲了四个环节 不是有净售期吗 净售期 比如这道 这个上市公司 他公布 激励对象 如果是公司的董事或者高管 其在任职的期间内 每年转让股份 不得超过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 咱们学公司法的同学 学经济法的同学 应该熟悉 有这相关的规定 这是限制 你不能全给卖出 要分期 第二呢 在离职以后的半年内 不得转让所持有的 这就是禁售 有的高管 你看 你不是不让我卖这么多 而且我感觉公司 明年 他们往往最了解公司的实际情况 他们感觉公司的 明年的业绩不太好 股票价格会下跌 因此呢 他就趁着尽早就离职了 离职了以后 他说离职了 我不就信了吗 我就可以卖了吗 不可以 半年的时间 你不得转让 所以有个禁售期 我有一个同学 在一家上市公司 做财务总监的 拿了股份 哎呀 这哥们真的挺好的 拿了股份 然后呢 在这个任职期内 分批卖出 然后呢离职了 离职了半年以后 全个抛掉了 财务自由了 这哥们还能折腾 然后又跳槽 到另外一家上市公司去 又是做财务总监 然后现在又给他股份 就是这样的 当然肯定是考古CP也得了 好 这是给大家通过一个案例 来了解一下 上市公司这个股权积累计划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第三个问题 那就是股份支付 工具的主要类型 我们刚才已经接触过了 其实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它是指企业为获取服务 以股份或者其他权益工具 一般都是股份 作为对价 进行结算的交易 意思也就说白了 就是将来给高官股票 常见的类型有两种 一种叫限制性股票 一个叫股票积权 限制性股票 我们刚才也简单的解释了一下 那就是按照股权积累计划 今天给高官 今天授予日 我们就给高官呢 一千万股 发行股票 六块钱发行股票 给高官了 但是这个股票不能上市流通 限授在这儿 所以是限制性股票 将来业绩条件达到了 比如一年以后 业绩条件达到了 解锁了 你就可以上市流通了 那个时候上市流通的股票价格 可能已经在20了 就一般情况下 有可能是20 30了 那高官就可以卖出 是不是 你当初六块钱买的股票 公司上六块钱发行给高官的 那现在市场价20了 给赚这个钱的 这是限制性股票 就当初就拿到股票 第二种期权 期权不一样 期权是今天在授予 给高官一个权利 假如约定一年以后 如果业绩条件达到了 像高官发行股票 假定我也假定六块钱吧 发行股票 如果业绩没有达到 你也可以不买股票 放弃这个权利 所以叫期权 期权是一种选择权 我们在讲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时候 不是也讲过 那个权益工具的成分吗 它其实就是个期权 你可以选择 继续持有债券 也可以选择什么 转换成股票 这是当时说的 本质上是个期权的性质 那么今天也是如此 期权呢 它是有可选择性的 它是一项选择权 将来公司的股票 价格很高 你可以行之这个权利 业绩达到了 业绩达到了 业绩没有达到 你当然没有这个资格拿到 业绩达到了 你可以行之这个权利 你也可以放弃这个权利 你不愿意买也可以 这就是期权 说明什么 说明期权是当初并没有股份 只是一个权利 将来满足条件 你可以购买的时候 你有这个权利 你可以买 也可以放弃 而且是以当初约定的价格 你可以选择购买或者放弃 这是股票的期权 早然言之 两种情况都是将来以股份 权益工具来进行结算 以权益来进行结算 顾名思义是属于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相反 第二种情况是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呢 它是指将来是交付给高管 那是现金 或者其他资产 更多的是现金 当然现金是 与公司股票 价格是挂钩的 这样一种交易 在实物当中 我说明一下 你想我现在出题目过 但是我为什么没有编一个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题目 因为在我们上市公司当中 这些年几乎没有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的 刚开始有个别 上市公司有 更多的是希望拿股份 拿股份 而不是现金结算 因为有的企业 高管拿了股票以后 他认为对公司的业绩 非常有信心 他一直持有着 你现金结算就相当于 已经结算给你 所以在实物当中 更多的是全一结算股份支付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比较少 这些年 在我们A股里面 几乎我们没有看到 之前有 比如我举个例子 有一家上市公司 保险 大家一听 中国平安 是不是啊 中国平安在2007年 有一个股权激励计划 我给大家说一个情况 马明哲总裁 是吧 中国平安 当时中国平安这个总裁 马明哲2007年的年薪是多少呢 我们没事干 经常把上市公司高管年薪排名 谁排第一 谁排第二 当时马明哲 他的2007年年薪 差不多在6000万 人比人气死人 是不是啊 6000万 365天 平均下来 人家一天就18万 20万 十几万 是不是人比人气死人 他的6000万 这个什么样的构成呢 有4000万左右 是工资 薪金 津贴 补贴之类的 税前的啊 我们讲的税前 4000万 还有2000万 当年为什么那么高呢 还有2000万 就是中国平安 当时 股权激励计划 是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由于当时公司的业绩比较好 再加上2007年 有的同学熟悉 证券市场大幅度上涨 上海的山镇指数 曾经到了6124 2007年到今天 也没有越过这个点 估计未来很长时间里面 我估计我看不到这个点 当时中国平安 涨到150元左右 那就对了 股价越高 结算下来 因为现金 它是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中国平安当时的股权激励计划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股价越高 结算下来 现金越多 所以当时折下了2000多万 我们说个大概的数字 所以当时它的年薪是67 给大家举这么个例子 来说明一下 那么现在呢 我们实务当中很少 但是从考试角度来讲 我们必须还要掌握 必须要掌握现金结算 难点在什么地方 难点在权益结算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有两种 一个叫模拟股票 一个叫现金股票增值权 更多的是现金股票增值权 这种情况 就是即使有的话 主要是现金股票增值权 这个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夺花时间 好 这是给我们讲一下 有关这个股份支付的 主要类型 两大类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以及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然后权益结算股份支付里面 又包括限制性股票 和股票期权 重点在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接下来一个提示 这是我们教材 在2021年 增加的一个问题内容 叫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实话实说 我们的会计准则里面 没有这个称呼 没有什么第二类不第二类 就是特殊 一种特殊的限制性股票而已 实物中存在名为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股权激利 激利对象在授予 无需出资购买限制性股票 在满足可行权条件之后 激利对象可以选择 按照原售与价格购买股票 也可以选择不缴纳这股款 放弃取得相应的股票 说白了 名义上是限制性股票 实际上是股票期权 你将来可以 你也可以选择购买 也可以放弃 那不是股票期权吗 所以这是一种特殊的限制性股票 形式上叫限制性股票 实质上是股票期权 此类安排的实质 是公司赋予员工在满足可行权条件之后 以约定的价格购买公司股票 员工可获得行权 是股票价格高于授予日的善行的收益 但是不承担股票下行的风险 什么意思呢 比如这个股票六块钱 限制性股票 如果股票价格是二十块钱 那么公司高款肯定愿意行使这个权利 反之如果这个股票的价格是五块钱 那公司高款肯定不会购买这个股票 你发行价格六五块钱 证券市场是二级市场五块钱 我要真的想买 我还不如在二级市场去买这个股票 五块钱去买的 所以他只享受善行的收益 善展的收益 叫善行的收益 不承担股票下跌的风险 就这意思 所以本质上是一项股票期权 既然本质上是一项股票期权 那么在会计处理时 不能按照限制性股票来做 而是按照什么 股票期权来做 那接下来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2023年4月份 甲公司将本公司管理人员 授予一千万股限制性股票 授予价格为每股十元 锁定期为三年 经历对象如果自授予之期 为公司 甲公司服务满三年 而且甲公司该期间年度 净利润增长率均不低于10% 这都是行权的条件 可以申请一次性解锁限制性股票 就今天这个股票 从形式上你是有了 经历对象在授予 无需出资购买限制性股票 待满足口行权条件以后 可以选择按照授予价格10块钱去买 你也可以放弃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分析 本地中该类限制性股票的实质 是公司赋予员工在满足可行权条件以后 以约定的价格10块钱 购买公司股票的权利 可以行使这个权利 享受善行的收益 也可以不买这个股票 不承担下跌的风险 所以本质上是一项股票期权 既然是一项股票期权 那么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假公司应当在等待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以对可行权股票期权的数量最佳估计为基础 按照授予股票期权的供应价值 计算它的成本费用 并计入资本攻击 这个我们还没学到 是后面所讲的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无论是股票期权还是限制性股票 都属于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那后面我们会讲 怎么进行会计处理 今天我们这道题就只是告诉我们 一个问题 本质上这种情况下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本质上是一项股票期权 既然是一项股票期权 那么要按照股票期权 在授予日的供应价值 而不是按照限制性股票的供应价值 掌握这个就够了 我们暂时就这道题而言 掌握这个就够了 就是你按照谁的供应价值算 是按照股票期权的供应价值 而不是按照限制性股票的 好 这是我们要注意这一点 这是我们教材的当时补充了一个问题 那么这一节课 我们就学习第一节内容 主要是打一下一些技术 了解一下股权经历计划 相关的一些概念 那么下一节课我们再见 拜拜